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 我发现我这个名字换了 换了就换了呗 奇迹小说网 OK 然后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主要去采集这里面的一个小说内容 好吧 我们先选一本小说吧 这里面 先挑一本小说进行采集 我们就拿这个原尊来去举例子 好吧 然后呢 点击他的这个第一章 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问一下各位同学来听课的一个情况 因为今天的案例内容呢 会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好吧 所以呢 我在课前是想先问一下今天来听课的一个情况 是零基础同学呢 扣个零我看一看 好吧 零基础同学扣个零我看一看 然后有基础同学呢 可以扣个一 OK 然后呢 这里我统一的说一下 就前面那些敲铃的同学不用担心 一点都不用担心 今天这个内容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吧 会扣个个别县城的裤算不算有基础啊 不算 好像不算什么有基础啊 好吧 反正你不管有没有基础啊 今天的案例呢会非常的简单 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基础 好吧 哪怕你软件都没有安装 我也能够基本上能够保证你能听懂 好吧 只要大家跟着我的这个思路来 好吧 咱们一步一步去实现就很简单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要去实现的这个下载小说啊 其实是关于扒送的这一块知识点 对吧 那扒送的话呢 大家不要去想什么说啊 老师扒送能不能破解什么什么音乐 对吧 扒送能不能破解什么什么的一个视频啊 破解什么小说 对吧 这个是破解不了的 能不能压位是吧 那扒送呢 主要能做什么呢 扒送呢 它就是可见即可扒 可见即可扒 对吧 可见即可扒 就是你能够看到的 能够使用的 能够去直接的看到的内容 对吧 不管是你有权限还是没权限 能看到的东西就可以扒 看不到的东西就不能扒 能不能压位吗 那扒送老师 那我想要去 我就是想要不从前去爬这个小说呀 对吧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我们去爬这个笔区格 对吧 我就是想要去不从前去爬这个视频 可以吗 也可以 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这个盗版的一些网站去采集 对吧 批量去采集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做成一个工具 对吧 这个是完全可以去实现的 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它的一个作用 那扒送能不能抢吗 可以抢 可以抢 对吧 然后基本上就相当于 除了扒送能够去采集数据以外呢 还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批量的 对吧 批量的这个点赞 批量的点赞 对吧 评论 还有像同学们所需理解到的一些 比如说抢购 抢购的一些操作 对吧 比如我们以前有老师讲过那个抢购 11306的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火车票 对吧 然后还有我之前去讲过一个抢演唱会门票的 对吧 它都可以去做 抢购他也可以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它爬通的一个作用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主要来去讲到 今天我们如果要去实现一个爬通 我们应该从何开始 对吧 实现一个爬通的一个案例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到这个数据 好吧 要做的第一个流程其实很简单 从安装软件开始 确实 如果你没有安装软件的话呢 代码你是没办法敲的 所以呢 安装软件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吧 但这个步骤呢 因为网上有很多教程 对吧 包括呢 我们也准备的也有 所以这个步骤呢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讲 然后只要你需要资料 对吧 不管是视频的 还是文本的 还是什么 哪怕你要音频的 对吧 我都可以给到你 明白我意思吧 好吧 所以这个安装的操作呢 我们就不做了 浪费时间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讲到 怎么去采取这个小说 首先我们爬数据 爬内容 你要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分析数据来源 懂吧 VSCode好用吗 VSCode你可以用来去做前端的一些开发 对吧 但如果你去使用VSCode呢 去做这个Python的开发不好用 对吧 用Python的开发就不好用了 OK 那我们先讲到第一个步骤 你去采集网站呢 第一个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分析数据来源 那什么叫分析数据来源呢 找到你想要的数据位置在哪里 对吧 在哪里 就在这个网站里面 对吧 那实际上呢 我们要做的操作呢 要比这个更加的 还要多一个步骤 什么步骤呢 就是你要去确定 确定我们的数据 对吧 是动态的 还是静态的 对吧 你要去确定这两者 然后怎么去确定是动态的 还是静态的呢 那首先我们先要去区分 什么是静态的数据 对吧 静态的数据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我们在这个页面呢 通过右键 仔细听啊 通过右键 我们点击查看这个网页源代码 然后呢 如果你在这个网页源代码当中呢 能够去看到 能够去找到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对吧 复制一小段的一个文章 对吧 然后呢 在里面Country F 然后去搜索 对吧 如果你能够搜到对应的小说内容 诶 能搜到吧 对吧 能搜到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是静态的一个页面 诶 能不能按我意思吧 就要静态的 如果搜不到呢 那它就是动态的 那像我们以前可能去爬过的一些网站里面呢 就有很多类似于像一些动态的网站 对吧 比如昨天的这个快手 对吧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去采集的呢 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啊 那静态页面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好去做的事情 比较好去做的一个网站 那也非常简单的一个网站 只要你发现它是一个静态页面 以后呢 你可以干嘛呢 可以直接把这个网易链接给拿下来 明白吧 可以直接把网易链接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的话呢 这个链接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地址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地址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代码 对吧 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单章节的一个爬松了 对吧 那代码实践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 代码实践 一般来说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发送请求 第二个呢 是获取数据 对吧 第三个是解析数据 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这个是我们去学习爬松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流程 也是最标准的一个流程吧 可以说 对吧 然后第一个步骤呢 叫做发送请求 这个我以前很久 很久没有去讲过了 我们今天就来去说一下吧 好吧 首先其实关于爬松 就大家都知道 爬松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 对吧 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人为的一些操作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爬松 它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爬松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实现人为的一些操作 对吧 这个其实跟爬松的一个原理有关 你看吧 跟爬松的一个原理有关 好吧 那爬松的原理是什么呢 原理 爬松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模拟成咱们的一个客户端 然后呢 向这个服务器发送网络请求 发送网络请求 对吧 就是模拟成客户端 什么是客户端呢 可以是手机 可以是电脑 对吧 然后呢 像服务器 服务器是谁呢 比如说比较格 对吧 比如说一些 你能够看到的一些网站 那都可以 对吧 甚至像APP都可以 去发送网络请求是干嘛呢 就是找他们要数据 对吧 就是找他们要数据 这个就是爬松的一个基本原理 对吧 那根据这个原理呢 我们可以翻译出来 那当前我们实现代码的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呢 不就是通过这个代码 去访问一下这个服务器嘛 对吧 然后呢 去找他要一些数据 对吧 要一些数据内容啊 把数据内容呢 给获取出来 会出来的话呢 再去解析 那解析是干嘛呢 解析呢 就是把我们想要的内容 对吧 把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呢 给提取出来 比如我们要采取小说 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小说内容提出来 然后最后呢 我提出来以后就保存 对吧 那爬松呢 就可以直接帮助我们 把一个流程给实现 好吧 OK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讲到啊 就来去实现 实现这样的一个代码流程 好吧 那个用的多不 我们 我们不用了 对吧 我们今天不会用到这个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 首先第一个步骤啊 先导入工具 先把自己的这个request 这个模坏呢 先提前导入 对吧 然后如果你发现 这个模坏下面爆红色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没有去安装过这个模坏 好吧 然后首先我们导入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是叫做发送请求的模坏 后面写一个注释 模坏 对吧 叫做工具吧 然后下面怎么用呢 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如果你要使用它呢 去发送请求 直接使用这个 直接先把我们的网易链接 先准备好了 好吧 先把网易链接准备好 网易链接是哪个呢 是这个 对吧 给它放进来 那放进来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请求 就是你要去通过代码呢 去访问一下网站 没错吧 怎么访问呢 使用request 在后面呢 点一个 点一个get get呢 是获取的意思 对吧 点get呢 就是我要去获取到 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我要去获取 谁的数据内容 获取这个网易链接的 数据内容 对吧 你就把这个网易链接 给它放进来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请求 给发送了 对吧 为什么灰色突然还变色 灰色是因为 为什么产生这个灰颜色 灰颜色是一个拍下耳膜 这个边际器 它的一个功能 对吧 就是你没有去使用过 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就是没有调用的一个状态 没有调用的状态呢 它默认就是灰色的 那为什么 没有人使用的一个情况下 它默认就是灰色的 那如果下面我用了呢 用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种 以使用的一个颜色 你看到 变成这种彩色的 告诉你 你一看到 你一看到它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 我在代码里面 有没有用到 对吧 然后当前的话呢 把这个也取消 就是 那么样 我意思吧 你快死 怎么了 有什么不懂的 就各位啊 你们在听课的时候啊 尤其是零基础同学 对吧 你们在听课的时候 有不懂的地方啊 一定要记得多问 好吧 一定要记得多问 你不要说 老师 对吧 糟了 我要死了 对吧 你再讲下去 我人就死了 人就无了 千万不要这样 对吧 有不懂的 可以直接的问我 没有问是吧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去发言 比如啊 那像下面的话呢 我们写了这样的一些代码 对吧 写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问啊 老师 对吧 那这样你 我这句话我看不懂 那比如说这个三四行 对吧 我看不懂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对吧 比如说这个代码 我看不懂 你再解释一下 对吧 这个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不好 还没开始讲了 就读音啊 翻译 翻译 怎么了 我发音不标准吗 难道这玩意 不是叫request吗 request 不用管我的发音 好吧 不用管我的发音 对没错 判断是不是动态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网页原代码 没错 就你如何去判断 它是不是动态的一个页面 对吧 直接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呢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 去搜索你想要的书记内容 对吧 里面如果有你想要的数据 那它大概率 就是什么呢 就是静态页面 对吧 如果它里面没有你想要的数据 那它大概率 就是动态的数据 那为什么我要说大概率呢 因为可能排除一些 比较少的一些情况 排除一些比较少的情况 有可能 我说的是有可能 各位 有可能你在其中呢 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什么情况啊 虽然你在这个里面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网页原代码 对吧 里面有想要的数据 但它有可能 也是动态的数据 没有我意思吧 也可能有事 也是进行的数据 但是大部分情况 不会这样操作 对吧 这个你们后面学习到了 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这个案例为一个例子吧 好吧 就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东西 没有我意思吧 检查是看动态页面啊 那有一个东西 大家要注意啊 就这个虎虎同学 提醒的一个操作 对吧 好家伙 不愧是你啊 这个操作是什么呢 就我所说到的 查看网页原代码 是直接Country 而不是直接右键 点击这个查看网页原代码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检查里面的 这个element元素面板 没有我意思吧 而不是这个element 那人们说了 哎 老师 element里面好像也是网页原代码呀 对吧 好像也是网页原代码 那这个element 跟我们当前看到的这个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大啊 我要不要说一下 这个区别啊 就在于当前呢 在这个element当中的一个数据呢 它是属于渲染之后的 没有我意思吧 是属于渲染之后的 是通过咱们的这个谷歌浏览器 去渲染之后的一个代码 你要我意思吧 然后呢 这个原代码呢 是什么呢 是服务器 就是这个笔学格 对吧 这个服务器直接给到我们的最原始的数据 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数据 这个能不能夭位是吧 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解析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这个 而不是看它 而不是去看它 明白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去找数据来源的话呢 这个就搞定了吧 然后继续啊 当前的话呢 我们这个请求就已经算发送成功了 对吧 我们就已经算去访问了一下这个网站 那按照老规矩 按照以前的这个老规矩呢 可能我们在访问过后呢 你还得在这里面呢 加一些 比如说一些伪装的一个操作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嘛 爬虫呢 它是模拟成客户端 对不对 它不能说 那爬虫它不等于客户端 你要为什么 对吧 既然我们提到了 爬虫它是模拟成客户端 那就证明爬虫它本身不是客户端 对吧 那当前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可能我就要去加一个模拟操作 对吧 让爬虫呢 更加像这个客户端 或者呢 更加像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这样呢 服务器呢 可能才会 降业你的身份以后 才会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用户 才会给你数据 对吧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不做了 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笔序格 它就是一个公交 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上 你不需要加任何的一个伪装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请教以后呢 就把这个响应给拿到 老好久不见 今天有空又来了 走 确实好久不见啊 同学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Response啊 把这个响应呢 给它接收一下 那接收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获取一下数据呗 对吧 我们就获取一下数据啊 把这个Response呢 给打印一下 那首先 现在我们打印的这个Response呢 它是属于一个响应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并没有去 把这个数据内容拿到 我们只是看一下 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对吧 它给到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Response 200 对吧 就是响应200的意思 那响应200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请求成功 就是我们现在呢 发送访问这个网站 已经访问成功了 明白为什么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只需要去获取数据了 懂吗 除了200都是错的 不一定哦 同学不一定哦 不要一个而论啊 对吧 不要一个而论啊 因为有的 我给你看一下吧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里面有一个 状态码的一个大拳啊 好吧 就有些情况下遇到一些 比如说像 本身这个网站 就是一个重定价的网站 对吧 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对吧 像一些其他的一些 请求 对吧 可能也是这样的 这个都不一定 但 基本上 如果你作为一个 零基础同学 你可以这样去 你可以先这样记着 对吧 以后呢 再去推翻 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以后呢 再去学习那个 也不是不可以啊 好吧 反正这个不用着急吧 因为这个东西 你想要一次性去学会 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的啊 所以 你如果 确实不会 对吧 你就先记住 200呢 对吧 他才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200呢 就错误了 就有问题 对吧 你就先这样记着啊 好吧 后面遇到的特殊的情况呢 在特殊处理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有人问啊 Response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啊 Response这个单词呢 就是响应的意思 你可以翻译一下啊 你可以翻译一下 回复的意思 对吧 回复啊 就是响应嘛 对吧 但是这里面的翻译呢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呢 不是特别的标准啊 对吧 但是意思也能够看明白 对吧 就是响应的意思啊 回复的意思 对吧 就是服务器给到我们的一个反应 怎么样吧 这个某某同学啊 那人家说 那如果 那老师当前我们得到的 那不是200呢 对吧 比如是403呢 那怎么办呢 404呢 那怎么办呢 对吧 确定自己的 你首先第一个啊 你想要确定自己的网页链接有没有问题 对吧 确定完以后的话呢 如果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接下来 你就在这个地方把伪装加上 对吧 你拿不到数据大概率的话呢 可能就是因为 你被反扒了 对吧 你被这个服务器呢 给识别了 那就差不多吧 对不对 老师 Person 数据清洗 是数据分析吗 数据清洗 是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步骤 能不能按吧 是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步骤 那数据分析的话呢 主要就分为 比如说 先是一个数据 查看数据的一个概览 对吧 然后确定自己要分析的一个目的 确定完以后的话呢 再去实现代码的话呢 就首先第一个 查看数据概览 对吧 然后清洗数据 清洗数据的话呢 就主要是针对于重复值 什么一些 什么一些值的一些数理 对吧 清洗完以后的话呢 再去 做一些可视化 对吧 再去做一些预测 等等一些操作的 不过这个 怎么长到数据清洗那边去了 不用被拉岔开了 我们继续回来 怎么伪装 那我就演示一下 怎么伪装 好吧 演示一下怎么伪装 伪装的方式很简单 就加一个请求头 没错 加一个请求头 我们加一个伪装吧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随便准备一个headers 对吧 准备一个headers 用大货包裹起来的内装 然后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先写一个引号 写完引号的话呢 从 这个东西 从我们网页端去复制 明白我意思吧 不要直接手写 不要直接手写 从网页端复制 在哪里复制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 借用到这个工具了 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来到network 对吧 来到这个network network是网络的意思 对吧 在这个里面呢 会出现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现在是啥都没有啊 你第一次打开 是什么都没有 对吧 你看啊 你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第一次打开呢 里面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对吧 你得刷新一下网页 刷新完以后的话呢 里面才会出现内容 然后干嘛呢 然后随便挑一个 就随便选一个啊 对吧 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然后以后的话呢 把它往下面拉 拉到最下面 会有一个什么呢 user agent 看到没有 会有一个user agent 对吧 你就把这个user agent 给复制一下 复制完以后的话呢 给它沾到这个引号里面 沾完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agent后面 加一个引号 在这个m前面 加一个引号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伪装就准备好了 对吧 没有加密吗 没有啊 这个没有加密啊 我说了 今天的内容会非常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一些加密操作 甚至连紧救头 我们都可以不用加 明白吧 然后当年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现在我们在紧救 也是一样的 好吧 冒号不能在引号里面吗 不能啊 冒号不能在引号里面 冒号在引号里面就变了呀 对吧 这样就变了呀 这样就不是字典了呀 对吧 它的一个格式就发生了变化 OK啊 然后当年的话呢 你如果想要这个 请求 想要这个伪装生效 你得把它加到这个地方 注意看到没有 你得把这个伪装 给加到这个地方 不要 就是 那我的伪装好像加了 好像没有生效呀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加上去 对吧 你没加上去 你看吧 字典和节省有什么区别 字典和节省 是两个东西 不过呢 它们两个可以互相的转变格式 明白 可以互相的转变格式 然后接下的话呢 我们再去 把这个内容取到 好吧 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取到呀 点 在后面呢 点一个test 我们可以拿到咱们的一个内容 对吧 来右键运行 看一下这个结果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网页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总体的打印出来 对吧 可以总体的打印出来 但是啊 我这里面呢 就提一个 要注意的一个小细节 没错 又是一个小细节啊 什么细节呢 就当前我们已经把这个网页的一个原代码打印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网页原代码呢 我们要去对比一下 对比什么呢 对比当前我们这个网页端 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对比 它们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它们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为什么 或者说 我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 我在这个浏览器的网页原代码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Country F 搜索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如果当前呢 我在这个里面搜不到 诶 那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对吧 你想一下 如果我在这个里面搜不到 那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你看 诶 搜不到了 还真就搜不到了 你看 对吧 是不是就有问题 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有问题 各位 你想一下是不是的 就当前的话 我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能搜到 对吧 但是呢 我在当前我们通过代码访问之后呢 我们拿不到内容 那是不是有问题 对吧 有问题是因为什么 对吧 有问题是因为什么 我们被返爬了 那有人说老师 这个是首页 对吧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首页 是不是首页 很明显 这个不是首页 对吧 很明显 这个不是首页 对吧 对吧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有 把请求头给加全一点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请求头呢 只加了一个 对吧 这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信息呢 里面是咱们的一个浏览器的 基本信息 对吧 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请求头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当然有 当然有 现在呢 各位啊 把这个内容 把这个信息 好吧 把这个进度条 拉到这个最顶上面 然后到这个最顶上面 点击第一个 对吧 点击第一个数据包 点完以后的话呢 在当前这个里面呢 就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网易链接 对吧 就是我们html的数据包 我们的网易链接 往下面去找 找什么呢 找这个request headers 里面复制什么东西 我来说一下 第一个cookie 你不管它3211 给它拿下来 cookie 对吧 cookie 就按照我们刚刚的那种方式 给它加好 对吧 后面加逗号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host 你看 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被反扒了 对吧 然后呢 你要把该加的东西呢 给加全一点 还有一个refill 这个不用着急 我等一下会去讲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直接全部复制不行吗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 我们用不到 我们就没有必要复制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refill呢 是防盗链 对吧 用来防盗的 host呢 是我们的一个域名 然后cookie呢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 对吧 用户信息 就你有没有登录 对吧 你登录的照片是什么 当然呢 这个笔区格 应该是没有登录的 对吧 也有登录啊 对吧 那你没有登录的一些信息 那你没有登录的一些信息是什么 那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加上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请求 明白 再去请求 好吧 请求以后啊 我们再去搜索 明白 我们再去搜索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一个内容 爬起一点需要登录吗 爬起一点需要登录啊 没错啊 爬起一点需要这个 需要登录啊 好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第一张的数据了 对不对 当前呢 我们已经拿到了第一张的数据啊 那人还会说 老师 我现在再去搜一下看看 对吧 我现在再去搜一下看看 没有数据 为什么还是没有数据呢 对吧 那就是因为 它被隐藏了 同学们啊 它被隐藏了 但实际上的数据呢 是藏在这个里面的 明白 数据是藏在这个里面的 只不过呢 它现在被隐藏了 我们现在看不到 明白吗 现在看不到这个数据 但数据其实在这里面已经有的 懂了吧 数据是有的啊 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肉眼 是看不到的 因为有一些字符 把我们的内容隐藏了 那怎么办呢 老师 对吧 那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对照它呢 去解析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页元代码 对吧 那对照谁解析呢 第三个步骤啊 叫做解析数据 对吧 叫解析数据 那登录的操作有什么不一样吗 登录的操作 你想要用Pathom去登录 对吧 登录的操作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 但解析数据还是一样的 好吧 那你登录以后的话呢 你的操作其实改变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你把Cookie给换掉就可以了 明白吗 你把Cookie换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说到了 Cookie呢是属于用户的信息嘛 对吧 你登录以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用户信息给它改一下 改完以后呢 就是你自己登录以后的一个用户信息 明白吗 OK啊 然后当前呢 我们就继续去解析了 现在呢我们先不用去管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 这个地方有没有数据 我们直接去解析 怎么去解析呢 当前呢 大家直接来看到这个数据 好吧 直接来看到这个代码 看到我们这个控制台里面去打印的一个内容 对吧 看到这个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去确定咱们数据的一个位置 先去确定数据的位置 那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对不对 就我们的小说内容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直到哪里结束的呢 一直到这个 其实是一直到这个最后面结束的 对吧 往后面走 一直到这个最后面 你看 到这个地方结束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中间的所有内容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没错吧 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啊 怎么安装request啊 安装request跟安装perse的方式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的啊 没什么区别啊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到这里结束吧 对吧 然后就大概呢 是这中间的所有内容 对吧 就这个中间的所有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对不对 安装request的啊 记住啊 request后面有一个s啊 request后面有一个s啊 有没有进行安装 有啊 这个就是进行安装的命令啊 对吧 你把模块名改一下就可以了 你把模块名给它改一下 改成request 然后这样的话呢 再去安装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很简单 走吧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html 什么意思 这个是清华原的 你确定 那是清华啊 事情好 再给你发一下吧 好吧 就大家在学学的时候 就学我们今天这课的时候呢 有什么问题啊 一定要记得去及时的提问 好吧 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提问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不懂的地方你就问 对吧 不要等啊 千万不要等 对吧 比如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 对吧 如果你知道老师我听不懂 你就直接问 不要等到我讲到下一个指示点 或者说等到我讲完了半个小时以后再问 对吧 当然你问的话也可以问 不是说不可以问 也可以问 对吧 只不过有一点 你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耽误时间 OK啊 用其他人现在有什么区别啊 没什么区别 区别不大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解析吧 可以吧 那现在呢 我们刚刚是已经通过我们的分析 是知道了 我们所有的数据呢 是都在这个里面的 对不对 都在这个 这个这个两个DMV里面的 对吧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里面 那用什么解析呢 各位用什么解析 用正则解析 对吧 正则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啊 各位 正则其实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物质啊 我们先导入魔幻 我来教一下一个正则 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叫做官方的叫做正则表达式 然后呢 我一般的把它习惯的称为是高级的一个搜索功能 什么叫高级的一个搜索功能呢 通过这个211呢 我们可以去很快速的 更加高效的去匹配到我们想要的内容 不用正则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对吧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但用正则的话呢 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明白 那当年的话呢 怎么用啊 首先我先说一下 这个正则呢 就不要去安装了啊 正则表达式呢 它是一个内置模块啊 那时候老师 你导入了模块 对吧 你导入了 那肯定就要安装呗 对吧 然后呢 你就一顿PIP安装啊 甚至去加镜像去安装啊 结果发现报错 对吧 首先这个模块不需要安装啊 不需要安装 OK 那当年的话呢 怎么去写啊 我来说一下代码怎么写 代码的话呢 当年我们直接使用21 直接就使用21 模块啊 21在后面呢 点 点一个什么呢 点翻刀 翻刀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对吧 翻译一下 找到所有 就记得你说的点心文 那就够了 点心文就够了 对吧 点心文就够了 把import21 放到第三方以后怎么样 在这里啊 在下面去写 使用就可以了 下面用就可以了 好吧 下面用就可以了 OK 然后当前呢 我们使用21 点一个翻刀 那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使用正则里面的一个查找 找到所有的一个功能 那找到什么所有呢 肯定这句话呢 肯定是不通顺的 对不对 你把它翻译过后呢 你肯定觉得它不通顺 对吧 找到什么所有啊 不知道 对不对 其实呢 就是从哪里 我给它写一个完整的句子吧 好吧 从某某数据里面 对吧 找到所有符合某某规则的信息 对吧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里面穿什么东西呢 从某某数据 从哪个数据 从HTML Data里面 对吧 从这个里面 去找到所有符合什么规则 这个规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吧 对吧 其实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规则是什么 我们的规则呢 其实就在这个上方 对吧 就是在这两个中间的所有内容 对不对 这两个中间的所有内容 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中间的所有内容 我用什么替代呢 用点心问 你不管它有什么东西 对吧 点心问就是全部匹配的一个意思 明白 全部匹配的一个意思 把里面的内容全部给我匹配到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 就总体而言 给它解释出来 就是从什么 从网页 原代码里面 找到所有符合什么规则 符合这个规则 对吧 规则 的信息 这个能明白吗 就大概是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但有人说 老师我不会用啊 对吧 你不用管它怎么用的 你就能够看懂就可以了 能不明白吗 能够看懂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 括号点心问的话呢 就是里面 不管有什么内容 我都要 那当前这样 喜欢以后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 比较到我们想要的内容了 对吧 来 咱们打印 看一看 对吧 来 打印看一看 你看到没有 刚刚在我们的网页源 代码里面 本来没有内容的 对不对 现在在我匹配以后 是不是出现了数据啊 对吧 是不是出现了数据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字符 隐藏了咱们的这个内容 有一些字符 隐藏了咱们的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实际上里面 是有数据的 我们前面有说过吧 对吧 那当前 比较到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取出来 就给它取出来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看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待会呢 是可以去解决的 对吧 就其实是 它刚刚你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 对吧 但如果把它取出来 它就看不到内容了 对吧 就是被隐藏了啊 不过呢 待会我们可以 把一些东西呢 给它替换掉 数据 数据还是在的 对吧 数据还是在的 可以通过代码隐藏吗 可以啊 它其实是通过的 那个叫 应该啊 应该是一个 斜杠2去 把它隐藏的 斜杠2隐藏的 对吧 不过接下来没关系啊 通过这个斜杠2隐藏的 这样代码会不会获取吗 这样代码会不会获取啊 我们已经获取 实际上我们已经获取到了 这个代码 对吧 我把这个发给你们 你们可以自行去看吧 好吧 这是规则啊 我把这个规则发给你们了 你们可以看一看 可以吧 然后接下来 我把这个拿到以后呢 干嘛啊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文本内容吧 对不对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文本内容 对不对 那有没有钱 有前面有同学问啊 这个翻译 怎么搞翻译功能啊 翻译功能呢 你可以直接去找木质老师去问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在这个地方 file里面有一个settings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plugins 看到没有 有一个plugins啊 然后在里面呢 你可以去搜对应的一个工具包 对吧 我们用到的呢 是这个translation 一个translation 对吧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翻译插件 那除了翻译插件以外呢 还有一个 我截个图发给你们 你们可以对照这个 看一看吧 对吧 还有一个汉化的插件 汉化插件呢 叫做Chinese 好吧 你们可以自己搜吧 Chinese啊 就是中文的那个意思 对吧 中20是什么 中20呢 是把数据取出来啊 对吧 是把数据取出来 因为你想一下 它通过 在我们的网页元代码里面 去匹配内容 是不是有可能会匹配多个 对吧 那有可能匹配多个呢 那是不是当前我们 通过0的方式 是不是把第一个可以取出来 对吧 我们需要的只是第一个 没错吧 OK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针对这个内容呢 把一些这个BR啊 把这些换行给它替换掉 好吧 把这BR替换掉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 看这个网页啊 是哪个网站 是哪个网站 这个网站 OK啊 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各位 其实在我们匹配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呢 其实还有这个NBSP 对吧 就一些我们看不懂的字符啊 有这个NBSP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BR 对吧 还有这个BR啊 那我解释一下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大概呢 就这么多吧 对吧 有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NBSP呢 和这个BR都给它替换掉 对吧 那NBSP是什么呢 其实是空格啊 其实是空格 你要我意思吧 这个是空格 BR是什么呢 BR它是换行 BR是换行啊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东西呢 给它替换为空格和换行 那怎么替换呢 当前啊 我们直接使用test的 在后面的点 点replace 对吧 字符算的一个替换嘛 RDP LACE 对吧 没有挑战啊 不要什么挑战啊 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案例 对吧 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要什么挑战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NBSP呢 给它替换为空格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BR替换为换行 那你在后面呢 再加一个点replace 然后后面呢 把BR 那替换为换行 那老师换行怎么替换啊 是不是我回车一下 这样换行 不对啊 不对 换行呢 在我们windows当中呢 是叫斜杠N 明白 叫斜杠N啊 这样替换好以后的话呢 咱们的这个文本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显示了 来 各位看一看 对吧 看到没有 我们的小说内容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显示了 加点没有限制吗 加点 这个点replace 在后面可以一直点下去 在后面可以一直点下去 对吧 你可以一直点下去 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对象的一个传递吧 包括链式调用 什么叫链式调用呢 当前其实你通过 test的点replace 替换完以后 对吧 这一整个其实还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 继续去替换 替换完以后呢 这一整个其实还是字符串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 继续再替换 明白吧 这个没有什么限制的 就包括像我们上面的一些操作 对吧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点test 放到这个上面也是可以的 明白吧 OK啊 然后呢 当前我们就把这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呢 给取到了 对吧 那取到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先把这单个章节呢 给去保存了呀 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单个章节 给保存了 因为我其实发现了一个 发现了一个道理啊 就我如果一直讲一些 比较难的东西 稍微难一点点的东西 肯定有很多的一些 有很多的一些灵技术同学 虽然说能听懂 对吧 虽然说敲一 但是呢 他还是听不懂的 对吧 他还是觉得 还是觉得老子嗡嗡的 对吧 有点听不懂 但如果我们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案例呢 能听懂了 对吧 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呢 对吧 你想一下 那我讲一些 你们听不懂的东西 你说有什么作用呢 对吧 你只会觉得 你这个人有问题 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对吧 天天讲一些 人听不懂的话 对吧 所以还不如去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案例啊 对吧 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例 甚至你们可以 直接跟着操作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想要去 把这个数据呢 给保存 对吧 保存 怎么保存 怎么保存 这种是什么 这种就是一些 首先钢T啊 钢T 钢T的话呢 是一个质表符 什么叫质表符呢 就是这个啊 你看 Q旁边 你键盘上面的 这个Q旁边 不是有一个table吗 对吧 不是有一个table吗 你按这个table 这个就是钢T 你看我意思吧 然后这个 U300 不对 U 杠U3000 这个的话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空格 应该也是一个空格 对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吧 我确定 我去确认一下 我去确认一下 好吧 我确认一下啊 应该是一个空格啊 转中文 我就不 没有没有啊 这个网站怎么动不了呢 哦 其实已经运行好了 对吧 你看啊 他把这个转完以后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空格 看到没有 是一个空格啊 所以呢 它是一个空格 可以吧 这个迪同学 能明白吗 好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替换啊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去保存 好吧 第四个步骤 保存数据 那其实还有啊 多页怎么去下载啊 OK 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呢 给去保存一下 保存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呢 通过这个open open是干嘛呢 新建 可以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呢 我们今天去爬的呢 是这个 呃 原尊 对吧 我们就写一个原尊 啊 点一个test 对吧 txt啊 就大家有没有自己手动去下载过小说啊 对啊 有没有手动去一些 盗版网站下面下载过那些tst的一个文件 有没有下载过 对吧 这个就是 呃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呃 相当于是一个下载操作吧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去写一个 就它的一个编码方式啊 utf-8 然后最后啊 再来一个model model呢 我们先来一个追加写入 点一个ret 对吧 把这个test呢 给它写进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单个章节呢 给保存了 可以吧 啊 刚爬完一个啊 没有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对吧 啊 然后当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 位置open结构好用吗 你可以用位置open啊 可以用位置open 呃 但用这个直接open也是差不多的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对吧 效果都是一样的 你看吧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 没有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保存一下吧 OK 保存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文本内容了 对吧 当前的这一张小说内容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干嘛呢 可以去尝试啊 我先问一下 这个东西没问题吧 各位 啊 讲到这里没有问题的东西 可以我看一看 好吧 没有问题的东西 可以我看一看 写完 写完成绩就结束了 跟位置没区别啊 没什么区别 我也说了没什么区别 前面加请犹头 加cookie的那个 能再演示一下吗 其实你就按照这种格式 就可以了呀 按照这种格式就可以了呀 对吧 就什么格式呢 冒号前面的用引号包裹 冒号后面的用引号包裹 后面加逗号 明白 这个敌同学啊 冒号前面的用引号包裹 冒号后面的用引号包裹 后面加逗号 懂吧 这个应该很容易能够理解 就其实cookie 我是怎么加的呢 对吧 我把这个给你去掉啊 再给你看一看吧 你看 本来我们复制下来的cookie 是长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是没有逗号的 然后我是怎么加的呢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引号 在这里加个引号 后面呢 把它移到最后面 加个逗号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它回到前面来 那人可能会有疑问啊 老师 你是怎么一下子 回到这个最后面的 对吧 是点那个end和那个home 对吧 键盘上不是有那两个按键吗 从哪里复制的 复制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地方 对吧 其实你可以不用复制 对吧 在这个地方 你打开这个network 对吧 我再讲一遍吧 好吧 我再讲一遍这个操作吧 前面那个请求头 没有听清楚东西 现在仔细听一下 好吧 各位 可以吧 现在仔细听一下 没听清楚 现在仔细听一下 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我们先右键 点击检查 对吧 然后来到network 对不对 来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刷新网页 明白 刷新完网页以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进度条往上面拉 拉到最上面 选择第一个点击 那点击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点击headers 然后里面的话呢 会有这个requestheaders 对吧 里面的话呢 就有这个cookie信号 你看就有这些信号 看没 这个能看懂了吧 OK 那我就把这个给关掉了 好吧 太基础了 太基础了 习惯就好啊 因为确实没办法 对吧 我也发现了 就